请你 怎么说都不说一声 就突然要把营搬出城了 我们崔家军如何行事 还要向皇孙禀报啊 那倒不是 只是走得匆忙 想起不能送你一程 若想起 不久后你便要回营州 从此山高水远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那我答应你 等我回营州之前 一定好好来跟你道别 你说的 这是怎么打的呀 在劳篮关 狼特别多 每一次出城遇到狼时 我们便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来打牢 日子久了 大家都学会了这项技能 每当闲闲的时候 便会在劳篮关河边打水漂 赢的那个呢 第一块烤羊肉 便归它了 听起来真有意思 听起来真有意思 想试试吗 来 不够远 我教你 我教你 拿着 我教你 成了 成了 原来是这样